字幕視聰明 向佛以問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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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請坐 名字幕視聰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感到很诚惶诚恐 登上学院十周年致庆的神圣的讲台 跟大家来分享佛法 定宏是今年农历六月十五出的家 学院等于是养育我发生会命的地方 我记得学院在开幕典礼的时候 师父上人还请我来给典礼做主持人 没想到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 那么现在已经出了家了 出了家这次是第一次回娘家 这是我发生会命的娘家 所以我感觉到非常荣幸 那么当然也很惶恐 就是因为像师父上人 在这个序言里面就讲到的 就是我们自己修学 并没有什么成就 尤其是我自己 感觉到十年的光阴虚度了 那么今天虽然是出了家 虽然也在弘法的道路上 走了不少年 有一点点微善 但是自己了生托死 还是没有消息 这个道业没有成就 实在是愧对师父老人家 所以今天 批上了这件二十五条一 因为刚刚受了戒 我是出家之后 什么都布施都光光的了 连买二十五条一的钱都没有 还是师父给我的这个衣服 这个披上这件衣服 就想到师父的婆心教诲 地狱门前僧道多 那么 为什么修学没有成就 我就自问自己 师父在讲经里面常常提到 就是因为 沉静心不足 印光大师曾讲 一分成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那么我自问自己 这么多年 这个佛学常识是学了不少 也能够上台讲经了 这个特别是五年前 自从辞掉昆斯兰大学的教授职位 就开始追随师父老人家 学习弘法 五年下来讲了不少经了 如是道三家讲了二十多种 超过两千多个小时 但是实在讲 我自己感觉到 就是师父讲经里面常讲 这是搞佛学的 搞儒学的 搞道学的 没有真正 入学佛 学儒学道的门 所以大家给我鼓掌 我就更加感觉到羞愧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这个不能够入佛法之门 原因就是 沉浸心不足 或者可以说 沉浸心都没有 一分沉浸都没有 所以可能一分利益都得不到 所以自从 我自己屈指一算 从接触师父的 这个 经教 刚开始是听录音带 我是一九九九二年 就接触了 到现在 头尾就是十年 十个整年了 二十个整年了 二十整年了 感觉到自己是一事无成 所以非常的羞愧 这次来 城门学院悟行法师 邀请 让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我就请教师父上人 这次来讲 要讲什么题目 师父老人家就告诉我 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学佛要有成净心 我想这正是对治我的毛病 那么 这讲演嘛 总是要有一个提纲 大概就是 我们 没有那种能力 观机随缘开示 所以必须呢 之前要准备一个提纲 那拿什么提纲呢 正好呢 前不久 就前几天吧 听师父讲大经科著 就讲到 弥勒菩萨的十种念佛心 这是在 讲到无量寿经第二品 这个十六 这个 第一品里面 不是第二品 第一品里面的 这个 弥勒菩萨 他发了十种心 愿意求生净土 我想这正好啊 用来作为我的 演讲提纲吧 因为这十种心 正是菩提心 我们要求生净土 是条件啊 就是无量寿经讲的两条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阿弥陀佛 这两条 而发菩提心呢 甚至比一项专念更重要 没发菩提心 光有一项专念 不能往生 那么这弥勒实心呢 出自于 大宝集经的 这个发起菩萨 书圣制药会 过去十多年前 师父曾经讲过三遍 当时我就听了 非常的感动 听了那个经之后 那是我二十四岁 九七年 就发了九条校院 所以 这个经对我啊 就特别的 有这个教化的意义 那么这次呢 又重温 本经里 这个书圣制药经里面的 弥勒实心呢 又非常的受用 所以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而 成净心 就是菩提心 它是菩提心的体 师父讲菩提心 讲了 这个五条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是菩提心 那真诚 就是体 成净 对自己真诚 对一切人事物 都恭敬 那所以呢 我们来啊 讲一下这个 弥勒实心 用这个做提纲 因为讲佛经嘛 就物权法师 慈悲 就让我呢 批这个一 给大家讲 就不是随便 开示了 那我们呢 就按照 讲经的 这个方式 像 道师父刚才讲的 我们要正正规规的讲 所以呢 我们先念经文 然后逐段分享 那么这是出自于三藏法术的超路的经文 弥勿 弥勒菩萨白佛言 其请 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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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述摩尼佛 这个 大宝吉经里头啊 就有无量受贿 那就是 五种 无量寿经原意本 其中一种 所以弥勒菩萨在这里讲 如佛所说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功德利益 肯定是之前就听到 本师 世尊呢 讲这个 阿弥陀佛 本愿功德 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都 这个 生起啊 向往之心 那这个 极乐世界 这么殊胜 我们大家都想去 对吧 没有不想去的嘛 那怎么个去法呢 在这里啊 弥勒菩萨 着重给我们讲 发菩提心 所以他说 若有众生啊 发十种心 这十种心 就是菩提心展开 也就是成净心的展开 那么 随意一心 专念彼佛 这十种心啊 你能发出一种 就十种去做 你一种 没有做到 那你十种 都没做到 所以一 即是十啊 十即是一 那我们发起 这样的 菩提心 然后专念彼佛 你看 这就跟 无量寿经 讲的 宗 是一样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彼佛 就是阿弥陀佛 世人命中 当得往生 往生哪呢 西方极乐世界 既然这十种心 这么重要 我们就得要留意了 看看我们这个心啊 跟弥勒菩萨 所讲的 十心啊 对不对的上号 相不相应 如果相应 你就能了解 你肯定能往生 只要你愿意去 你肯定能去 但是你要是不相应呢 那就得要调整心态了 我们来看第一条 一 无损害心 念佛之人 欲助众生 长起大慈之心 不加损害 令得快乐 是名无损害心 这是十心的第一个 对一切众生啊 都不能有损害的意念 那么这个众生啊 包括十法界所有的众生 都不能够啊 有脑海他们的念头 而应该生起啊 大慈悲心 怜悯他们的痛苦 尽量让他们啊 离苦得乐 甚至他有一念啊 觉得不舒服 我们都应该啊 帮助他消除 绝对不要跟任何一个众生 生对立 产生矛盾 甚至起冲突 这就是啊 有损害的心 那么 佛教的戒律啊 五戒 杀迷十戒 第一个都是把杀生 列出来 那杀心 就是损害众生的心 所以我们如果这个损害众生的意念呢 还有 那杀戒就不圆满 这个我自己 反省啊 我这一条啊 确实没有怎么做好 没学佛之前 那不用说了 杀生害命 肯定造了很多 而且是什么呢 因为自己啊 从小到大都比较顺利 学习成级 每次考试都是最优秀的那一名 这个 年轻 就拿了博士 26岁拿博士 然后又当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 后来又获得美国大学的这个 优秀这个杰出人才的绿卡 然后师傅叫我来澳洲 我就来澳洲 昆斯兰大学又请我 又破格提升我 做副教授 让我当博士导师 哎呀 这一生啊 好像都是顺顺利利过来 这人一顺利啊 就容易起傲慢心 这一起傲慢心呢 就往往跟人就格格不入 这是我的过去 都是这样的样子 我记得 这个 来了澳洲以后 我是02年6月份就来澳洲了 那是澳洲啊 一个月就给我办好了 我和我母亲的 这个PR 就是永久居留 这是非常快速的 那么来了以后呢 就在大学里教书啊 师傅老人家呢 就叫我 常常呢 跟随他参加国际会议 推动啊 宗教的团结 那当时呢 当然这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机会 但是我有一半的心里想着 嗯 你看 我还是挺有能力的 师傅都看得起我 这是傲慢 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用足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成净心 傲慢心增长啊 就没有得到利益 最多是什么呢 得到一些这个阅历 看了一下 这个 这个 占仰 这个 这个占士 师傅老人家 在这些活动中的风采 哎 那么学到一点点 他老人家的这个行持 顶多是这样而已 但是真实的利益啊 没得到 就是傲慢心 我记得那时候呢 在昆斯兰大学 我的一个同事 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驻澳洲国家委员会的主席 是昆斯兰大学商学院的教授 我就跟他聊天呢 就聊起我们师傅老人家的这些理念 他听了很感兴趣 在2004年12月 他就问我 能不能邀请师傅老人家 参加阿德雷德的联合国教科文的 这个国际会议 我说这太好了 那您发邀请函吧 他就给我师傅呢 发了个邀请函 于是呢 我就在这里就帮忙啊 做些安排工作 那么因为当时呢 这个 自己年轻的气盛 觉得你看这个事情 我很有能力啊 我在安排师傅老人家 我在护师傅老人家的法呀 俨然一个护法的样子出来了 结果呢 在安排整个事情的时候呢 那就 这个 有点像高高在上法号施令一样 那时候误犯法师 正好做师傅老人家的这个秘书 那么 误犯法师 也非常能感 非常优秀 跟着师傅这么多年 人家是老资格 我这是出来乍到的 竟然好像发号施令的 当时我做事又特别认真 就把每一个人该做什么 用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一条条啊 全部列出来 然后给他 下达指令 这是什么呢 不懂做人 只会做事没有用 那当时因为呢 师傅老人家对这个会议呢 也是非常的用心 因为这是头一次 参加这个联合国教科文 正式的国际会议 并且做主题演讲 所以呢 他就这个 让大家都要跟我配合 那当时呢 我没有那种感恩的心 更没有谦卑的心 而是用一种啊 这个傲慢的心 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会议嘛 都是办得挺成功的 这个从头到尾 就是各方面都非常顺利 但是事后呢 那误犯法师呢 当然心里就不舒服 那么之后呢 我也不懂 我这人就是傻大粗 事情做完了 就料下不管 也没有考虑到 别人的情绪问题 所以我就 这个当时呢 师傅老人家 让我呢 把这个 他跟我这两年 那是03年初开始 参加国际的活动 03年到04年 这两年来 这个老人家 在国际活动上的 这些 这个理念啊 这些活动啊 做一个总结 我就认真地写个总结 中英文的 然后呢 我就交给 误犯法师 请他呢 帮忙把这相片呢 插进去 做成一份很好的资料 当时也是指令所 摊派工作 就没想到自己啊 一个在家人 怎么能够啊 对出家人呢 好像就是 对手下一样的命令啊 这个非常的不妥当 那结果误犯法师呢 就扣在那里 就不动了 不动之后呢 那我心里就 当然也不高兴了 我说你怎么能 扣着师傅的 这个工作呢 就没想到 是自己的无礼 傲慢 不懂得尊重人 导致这个结果 结果就 我就向师傅老人家汇报 直接就参奏 结果师傅老人家呢 就在我面前呢 就狠狠地批评了 误犯法师 说你就是嫉妒障碍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赶快做 完了之后呢 我知道 我现在知道 师傅当时是横顺众生啊 批评自己的人 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真正说 跟师傅很久嘛 就不能算是 这个不能骂的人 所以当时他就批评了 误犯法师 哎呀 我当时觉得 心里还挺过意不去的 因为他骂得 就挺大声的 一点面子都不给 那当时误犯法师呢 当然也是 就赶紧就做了 师傅都已经这么批了 就做了很好 那篇报告 那么这个是04年的事情 一直到最近 我在这个学习精俏的时候 突然就反思啊 反思到这个事情 哎呀 觉得自己非常的羞愧 这是什么呢 勿犯法师往生以后 我在思考 就是因为跟勿犯法师也是啊 有将近了十年的 这个工作的合作嘛 哎呀 他现在一下子就走了 那就让我深深的反思 就想起这些过去一幕一幕来 就觉得非常对不起他 而且更羞愧的是啊 自己确确实实 你看 那个损害众生的心就很严重 没有考虑到人家的情绪 没有考虑到人家的心理 自己的傲慢 但供高 让别人呢 这个就没把别人的 那个 那种面子啊 心态啊 就考虑到 所以 这个 师父了 人家这么狠狠地骂他 那肯定是 主要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反思起来啊 我也觉得 这个要向他忏悔 我想他已经往生 时报庄严土了 他在这个 极乐世界肯定都听到 我们在这讲课嘛 所以我也向他忏悔 那么 思代讲啊 这个 范师走了以后呢 当时我 这个受的触动很大 因为 当时2002年6月 我在澳洲静中学院 参加这个佛学讲座 当时我们的学院的很多法师 练讲 讲得非常好 我呢 这个 听了 悟犯法师 讲这个 阿弥陀经药解 听得特别有受用 他讲经啊 那是不用看讲稿的 上台 就是等于倒背如流 这么讲出来 我当时就非常敬佩他 那么他做师傅的秘书工作 也是啊 这个 任劳任怨 十年辛苦 所以 我当时呢 就 他知道他的 这个 往生之后的讯息啊 我也很难过 那天晚上呢 我特别念佛 念个通宵 然后给他回向 我想也是全球 有很多的通宵 也给他回向 那么学了经教以后 这个 忏悔自己啊 损害 脑害 众生的这个意念呢 就是同自己周围的人 这里开始忏悔 那么 想到凡师病了以后 这是半年前 病的 病了以后呢 当时啊 我就在佛菩萨 向前发愿了 因为 范师啊 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你看他给师傅老人家 做讲经的这个字幕 从头到尾是他做的 上字幕都是他做的 给这个师傅老人家 查的名词术语 那查得非常好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呢 因为我在协助师傅 做这个方面的 这个备课的工作 才体会到 范师当年是多么的辛苦 这个 而且我都没有他能干 做不来他的工作 我们是两三个人一起合作 才能够做出他一个人做的工作量 所以当时就特别的有感触啊 就在佛像面前呢 发愿呢 愿舍自己十年的阳寿啊 回向给他 希望他能够呢 希望他能够呢 如果寿命没到 业障消除 能够啊 这个 恢复过来 能够为师傅上人啊 继续效力 这是难得的一位啊 这个 财女吧 那么如果 他真的阳寿已尽 也希望呢 他业障消除 顺利往生净土 那么 师父老人家 就是用他的这个教材啊 来教化我们 我觉得他就是菩萨实现 这是第一条 无损害心 那么第二条呢 二 无逼脑心 念佛之人 身心安静 欲助众生 尝起大悲之心 身家 敏伤 令得脱苦 是名 无逼脑心 这个前面 无损害心呢 讲到是 起大慈心 令众生快乐 这边 这边第二条 讲无逼脑心呢 是 令众生啊 这个 离苦 啊 就是起大悲之心 那念佛之人 他身心安静 这个安静 很重要 我记得几年前 那时候我刚刚辞职 躺上 这个学习弘扬佛法 这个道路 物章法师啊 就跟我讲 说你学佛呀 一定呢 首先呢 要安静下来 我这一听 反省反省自己啊 确实是一个 心浮气躁的人 这心浮气躁 怎么来的呢 也是这么多年呢 在世间这个 明文立扬 污染 造成 一直都是在世间 追寻的这个名利 好听一点 就是说事业有成啊 实际上呢 就是在 争名争利嘛 所以争名争利的这个心呢 肯定是浮躁的 那必须要把明文立扬啊 放下 这心才能安静的下来 那安静你才能够得定啊 得定才能开智慧 所以如果不能放下明文立扬 那怎么可能啊 安静呢 那么 这个 我自己呢 常反省啊 这个 在 跟随师父老人家 全职 学法 之前 那肯定是明利汉了 那就不用说了 心佛气躁 2006年底 辞掉工作了 跟随师父 学习 这个明利心 虽然一直在淡化 但是还并没有完全的清楚 嗯 这个比如说吧 我们 呃 在海内外啊 也很多地方 请我们去啊 讲课 有讲传统文化的 那是没出家之前 也有讲佛法的 那么在讲的时候啊 你说 肯定就会起 喜心动念呢 在分别 哎呀 今天这个场地 你看 坐了一千人 哎呀 真好 讲的时候又很殆劲 嗯 发挥就很好啊 假如是底下呢 寥寥无几 坐个七八个人啊 这位置空空的 那个 镜头就起不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呢 就是因为啊 对明利没方向 嗯 那所以呢 对这个得失心 就很执重 啊 自己做的事情 必须呢 啊 要有 有功 有成 自己才会满意 如果觉得好像做这个事情啊 人家也不欣赏 啊 这个这个你做了之后啊 人家不仅不欣赏 还不尊重你 哎呀 心里就觉得很难过 这些都是名利的习气 嗯 所以怎么样的断呢 我很感恩师父老人家 嗯 这个 他呢 就劝我 说啊 这个传统文化论坛啊 这个你以后啊 都是少参加了 为什么呢 真正要救世 还要靠无量寿经 啊 靠 靠大家念佛 嗯 当时啊 我就在 思索 啊 因为师父老人家 还在香港常住吗 啊 那佛所行处 国义修剧 弥补盟化 对吧 香港就得要化呀 啊 那怎么化呢 举办论坛吧 嗯 那么2009年10月份 啊 这个 有一位啊 企业家 啊 他这个 啊 受到我的鼓励 啊 他就在香港 举办了一个 300多人的论坛 啊 也很成功 啊 师父老人家出席了 结果呢 我自己还不觉得很满意 啊 因为我自己出席的论坛 都有一千多人参加的 怎么现在才是300多人参加 不行 我们应该办一个一万人参加的 啊 你看 这种得失的念头就很重 啊 结果呢 我就在啊 这个 鼓励啊 啊 一些 这个一些发心的同修 可以办这个 啊 万人论坛 然后向师父老人家汇报 这样办好不好 师父老人家说 啊 这个 我不参加 嗯 我说师父您 您到别的地方都参加万人的 为什么在我们香港不参加万人的 啊 不行 就是不参加 啊 还不如念佛 我讲经重要 啊 讲经不能断 啊 其实我在想 师父老人家 他是在教化我 啊 教化我什么呢 把这些念头的吸掉 因为看到我身心都不够安静 啊 师父 对我们的期望 不是只是搞什么大场面啊 啊 好像弘法立生的场合很热闹啊 不是那个 啊 是让我们真正啊 你自己求得念佛三位 所以师父说 念佛 啊 要改成念佛 那师父说改成念佛 好吧 就念佛吧 也不知道念佛到底有没有人来啊 啊 说不如搞成三十系念 三十系念 我们请悟道系念和尚来 肯定也很 一万人都有吧 但是呢 师父说 不行 就是念佛 好吧 那只好 一听师父话 他们就去搞念佛了 啊 而且呢 师父也不让我去参与 那我就不参与了 啊 现在 静下来想一想 哎呀 真是 师父老人家对我很慈悲 啊 怕我是什么呢 在搞这些活动当中啊 就可以卷进去了 嗯 因为我自己出家 那时虽然还没出家 但是有这个志愿 是希望呢 我这一生啊 像师父老人家一样 专门是讲经红法的 啊 那这个事情可不好做 你得吃很多苦头 耐得住寂寞 啊 你这个搞大旁边 搞热闹 当然你是 这个 会很活泼 啊 你会很有热情 可是啊 可能就耽误了你的光阴 所以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就很感恩师父老人家 嗯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出家 我就给师父写了一封信 嘛 因为师父几年前 啊 都向大众公布 那是这个2007年 有一次学佛答问里面 他老人家说 我希望周茂森呢 将来出家 啊 做个大法师 啊 续佛会命 红法利生 你看我那时候啊 这个 没听话 2007年 到今年 2011年 4年 在外面晃荡了那么久 啊 现在终于就心安静下来了 于是呢 就想要该出家了 啊 今年 虚灵39了 啊 人生过了一半了 啊 这不能再等了 嗯 你看过去这个 红衣大师出家 39岁 他这个自己 到晚年的时候 对自己都不满意 他说自己是二一老人 一世无成 人见老 一文不知何小说 你看红衣大师嘞 尚且是这样感叹 那我们是 怎么能跟人家比啊 嗯 现在都39岁了 如果还不赶紧 那可能就是 师父老人家的愿望 就实现不了 所以我就写了封信 给师父汇报 我愿意出家 请师父老人家安排 请您老人家看看 我现在出家的时机 到了没有 哎呀 我想师父看了这个话 这封信啊 那肯定是 就好像是 什么呢 等了好久好久啊 终于来了一个回音 所以他马上就给我安排了 到香港圆明寺 上上下怀老和尚那里出家 本来我还想着 是不是师父会 这个 看看时机 不知道成不成熟 没想到 师父立即给我安排 都不知等到我多么焦急了 所以 成就了出家 师父也很慈悲 特别出席 我出家仪式观礼 并且在仪式上啊 讲了开示 对我 特别讲到 希望啊 我们出家 因为同出家的有三个人 另外一个 两位呢 就是这个 都是他们自己找到 上怀老法师那里出家的 那么师父开始说 你们出家 一定要把佛法 带回到佛陀教育上 这是老人家 对我们的期望 所以呢 我自己 这个 现在感叹了 确实因为身心不能安静 就没有办法体会到 师父老人家那种啊 期许 这中间也不知浪费了多少光阴 我跟了师父老人家讲 我说 您还记得吗 我24岁那年 15年前 在美国达拉斯静中学会 那是我第一次 这个能够有幸啊 跟拜见师父老人家 和师父老人家说话 那时候我们尊敬的 武道法师也在 我那个相片还留着 跟师父老人家的 跟武道法师的 当时呢 师父是为最后一批 武自卑法师剃度 像我们学院的 武圣法师 武通法师 武灵法师 他们都是那时候出家的 我呢 正好也参加这个 这个仪式 有人就 就鼓励我呀 哎 你要不要一起啊 这个师父最后一次 给人剃了 以后封刀了 你赶最后一班 末班车吧 要不以后没机会了 当时呢 我这业障深重啊 没下这个决心 但是心里 确实很多起伏 犹犹豫豫 还是没有出城 我就问师父老人家 我说您还记得 十五年前 在达拉斯的情景吗 那时候您给最后一批 武自卑法师剃度 那时候我想出又没出 师父说我记得 我就问师父 说如果我那时候 跟您老人家出家 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啊 师父说那当然嘛 但是你那时候不信嘛 所以啊 我就想想非常的惭愧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明立心放不下 心不安静 确确实实对师父 对佛菩萨那种期待 我们不能够体会到 麻木不仁 也更不能体会到 众生的那种啊 苦难 那怎么可能说 起大悲心 身家命伤 做不到 一定是要把身心安静下来 这个出家 至求无为法 修道的人 是修无为啊 不是修有为啊 我们现在这个 修道还在搞有为 甚至把有为的那套 原来世间法那套 急功近利 这样的做法 搬到我们修无为法上来 就搞错了 所以只有自己心安静下来 清静下来 才能够体会到众生的疾苦 那个无逼脑心呢 才能真正生起来 那真正 无损害心 无逼脑心 念念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你才有第三条 我们来念第三条 第三 要守护心 念佛之人 于佛所说正法 当需不惜生命 守护爱惜 是名要守护心 这就是发心 护持正法了 没有真正发起 菩提悲愿 那个 爱要护法的心 就生不起来 我在刚刚学佛 皈依 我是十八岁 在广州 那时候刚上大学 就皈依佛门了 刚刚皈依之后 什么都不懂 就跟人家讲 我这一生 发愿 要做大护法人 那时候 什么叫护法 都不懂 到现在 才明白 什么叫护法 师父讲经理 有提到 你必须要红法 你才是护法 你不能弘扬正法 那你法怎么护啊 你必须让大家都来学 都来修 你才能护法 人能红道 非道 红人 我才知道 原来护法 是这么个护法 所以出家了 我出家的目的 没有别的 就是为了 鸿护正法 如果说自己修行成就 可以不用出家 因为出家 反而不一定 够在家修行更清净 我想老修都有这种体会 像我妈妈 你看自己一个人在这些小屋里 她就能够自己修啊 她爱听经 爱念佛 她自己能够很清净 像刘夕云老师 你看人家就在家里 听经听 无量寿经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她得念佛三昧了 是师父老人家给她印证的 她没有出家 所以真正你想修行成就 不一定要出家 出家的目的是为了 什么呢 就是为了弘扬正法 那么 我出家的替度师傅 唱怀老法师 他给我起这个法名 这个定字背 这个定红 内耗传道 这个红和道 它就是用这个论语里面的话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这个唱功 跟我们师父老人家一样 都是希望 我们走弘扬正法的道路 这个定红 看来 你要名副其实 就一定得红法了 那要守护心 能不能做到这里讲到 不惜生命 守护爱心 前个礼拜 师父老人家 因为香港突然变得天 阴雨天气 有一点点伤风感冒 流鼻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两集 注意到了 有一两集的时候 师父常常拿一个毛巾 擦着鼻子 这样子 那个水 有时候甚至流下来 又擦掉 那是感冒 最后 这个 讲到 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 一直在咳嗽 都讲不下去了 我非常有这种体会 因为我在出家前 为了赶完一个讲题 因为出家前 讲论语 这是师父 让我讲四书 我只讲了大学和论语 中庸和孟子 就来不及讲了 就出家了 那时候讲完论语 有同修说 你讲论语 是讲得很详细 二百八十二个小时 但是真正现代人 有这么多时间听 可能都很难得的 你应该讲一个专题的 于是我就用 弟子规的七个科 笑气谨性 爱重亲人学文 用来作为论语的主线 然后用论语讲弟子规 讲了三十个小时 一个专题 叫君子修身之道 因为赶任务 他心可能也急了 结果一些感冒了 感冒还拼了命讲 一天有时候讲四个小时 一个礼拜讲二十二个小时 讲到最后 那个声音都讲不出来了 讲两句渴 讲两句有渴 非常辛苦 所以你们听那个谍的时候 那是大家包含包含 那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么 结果呢 讲完之后 我废气都伤了 调理了好几个月 才调理过来 所以中间我好长一段时间 都停讲了 那我就很有体会啊 于是我就 这个 向师父老人家 这个 起请 我劝请他 师父 现在您 这个身体啊 小样 那个 不是很大问题 您修养一两天 把身体调过来了 再讲 要不然怕 你这么硬撑着 伤了废气啊 这个可能拖的时间更长 结果师父呢 没有说话 那个表情啊 非常严肃 又有点无奈 很不情愿的样子 然后呢 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嘛 那个 刚吃完饭 那个气氛呢 非常的凝重 哎呀 大家都不说话 让师父讲 这个 净土大经啊 如果每天 少讲两个小时 一年就少讲 一百个小时了 因为老人家 是 这个 每天四个小时讲 当时我一听啊 这个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个非常的感动 师父老人家 你看 八十五岁高龄 这个 讲经啊 这样 勇猛精进 不疲不厌 一天四个小时 大家没讲过四个小时吧 连续讲啊 我就讲过呀 知道多么辛苦 我是三十多岁人 年龄还不足 师父的一半大 师父老人家 一天讲四个小时 你就知道他多么辛苦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 外地来的同修啊 想见师父 这边护法局 是特别的那个 这个好像很严格 不不让 这个大家打搅师父 这也是出于无奈 大家有体恤 因为八十五的高龄 如果还很多应酬 那真的会把身体拖垮 所以当时我提醒的时候啊 师父这么回答 我心里就很难过 一方面也希望师父老人家多讲 一方面 师父老人家身体必须休息 最后师父老人家还是答应了 休息了一天半 然后又继续讲 一天四个小时 这就是什么呢 不惜生命 守护爱惜 这是师父给我们做视线 他这么精进 那我们这些年轻的人 怎么可以懈怠 讲经的 听经的 都不可以懈怠 你想想 师父一天讲四个小时 我们要是听经 听不上四个小时 这是不是有点 太对不起老人家了 老人家是拼了命啊 为了消灾免难 为了救度苦难众生 让我们有一个文法 文净土法门的殊胜姻缘 每天这样讲 他知道他每天讲 就会有人每天听 所以他不能停下来 那我们自己 虽然不能够像他这样 每天讲四个小时 那你至少都听四个小时 乐使要守护心 下面第四条 无执着心 念佛之人 常以智慧观察 与一切法 不胜执着 是名无执着心 我这不是感冒 我是感动 对不起 这个无执着心 必须要有智慧 常以智慧观察一切法 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相 必须你要明白 你才能够没有执着 这就是师父常讲的 看破放下 这看破放下 不是口头讲讲 在日常生活中 在待人处事接物中 你得真刀真枪的练 我看到师父老人家 就是真的平常就给我们做表演 他老人家上台讲经是言教 台下是身教 我觉得很庆幸 在他老人家身边能够观察到 就学习 你比如说就是来澳洲 这前一天晚上 坐半夜的飞机 23点50分 差10分钟 子夜12点 起飞 从香港起飞 结果晚上到机场 都10点多了 进了海关 进了这个后级大楼 因为香港的这个后级大楼特别大 那么要走的这个路 走到那个登机口 那路很长 70号登机口 要坐一段小火车 才能到那边 那么当时呢 同行的不少居士 有一位居士 护法居士 那他自己呢 这个比较喜欢散步 走路 那么他就 欠师父老人家 师父 我们一起走过去吧 不用坐车了 师父说 好好好 师父反正什么都说好的 好好好 然后呢 我在旁边呢 就就 就说了 哎呀 师父 那个登机口很远了 要坐小火车过去 但是呢 那位居士呢 他比较啊 这个喜欢走路嘛 他就说 我们听师父的 师父说好 我们去走路 那我 我就一看到这个 那算了 但是走着走着 可能 哎呀 不行啊 那真的很远 而且这时间呢 也比较的稍微紧张一点 那得走很快 才能走过去 我又忍不住说了 师父啊 真的是蛮远的嘞 那我这话不敢大声说 那个前面那位居士 他走到前面了 他听不到 我对师父讲了 师父就跟我悄悄说 不要去 他喜欢走 我们就走 哎呀 当时我就特别受感动 85岁的高龄 这位老人家 你看 众生有什么样的请求 他都能随顺 一点执着都没有 你喜欢做什么 哎好 我随顺 不像我们这年轻人 都不能随顺 都有这些意见 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 下面看第五条 起敬意心 念佛之人 能理世间杂染之法 赋予力养等事 长生知足之心 世民起敬意心 这个敬意啊 就是清净的意念 清净心 这个净土法门的核心 就是心净则佛土净 我们要生极乐世界 要念到心清净 心不清净 不能生净土 那怎么才叫清净呢 这里有个标准 能离世间杂染之法 世间杂染 你必须要离开 杂就是夹杂 染是污染 这些都是妨害暴心 妨害清净心的 这其中特别提到 赋予力养等事 讲到明文力养 因为一般的凡人 都对明文力养会执着 古人就有说过吗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来来往往都是为了明为了力 你说有几个人说 能够明力一点不沾 很难 这就是我们要修的 那像我 就是这么多年 这世间 虽然还算没有犯太重的罪业 但是呢 也不清 明文力养 五欲六成的享受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造了很多 这些明文力养啊 这些明文力养啊 一追求 一起心动念 就是防害了那个敬意性 所以怎么做法呢 要成生知足之心 最大的福报就是知足了 人道无求品质高 人知足就快乐 这个师父老人家 对这一条 可以说 对弟子们啊 是非常严格的 明文力啊 常常提醒 我们不能斩鞭 那么我在前两个月 早上在香港 我们这个住的经社那里啊 因为呢 环境也比较清幽 这个早上呢 师父常常会出来散散步 我就跟着师父出来散步 我就问师父老人家 说师父啊 您讲这个放下明文力啊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放下了 为什么呢 这个你看 我现在呢 已经没有银行存款了 已经没有 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这个现在也出家了 这个除了几件生意 可以说一无所有了 我这个疗房的东西 全都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 我自己呢 就拿一个小行李箱 装上多少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我的 那就是医务了 那我现在基本上 明文力量都差不多放干净了 师父笑着说 没有 我这一听说 没有 那我再想想 还有什么没放下呢 你说财 我真的是几乎到身无分文的地步了 你看这个出门打个出租车啊 还得协会的同修供养我 那要不然我没钱 怎么办呢 我想想 哎呀 对了 是不是还有点名 这个你看 静中学院还挂着副院长 这师父老人家 在我刚刚辞掉职务 06年 五年前 他让我挂这个名 实际上就是虚名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财的 那我就说 这个 可能这属于一个名吧 我想把这个也辞掉 请师父准许我 师父说 这个呀 你还得保留 将来你还得呢 去 这个 对团结宗教啊 参加国际的活动啊 还是有点帮助的 这个事情啊 我已经老了 你们年轻人得要 好好的接棒 不能老让我们干 哎呀 我说 这个你又不让我放下这个 那我还有什么没放下呀 我想不出来了 师父老人家 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说你明立心的念头啊 还有 哎呀 这一下让我肃然 这一句话 真的有点像一个刀子 擦到我心里去 我想 哎呀 师父 就看得这么细微 啊 虽然 现在明立的事情已经几乎干净了 但是你还有杂染之心 啊 这个师父老人家讲啊 哎 你现在呀 一百万 你可以不动心了 一千万你会不会动心 啊 我就拍拍胸口说 一千万我不动心 那一个亿你动不动心 十个亿 一百个亿你动不动心 我就不敢拍胸口了 我说 我说这个没有试过啊 就不敢说啊 师父说 这个你要是不放得干干净净啊 你到了那个 那个平台上啊 你将来啊 难免都会堕落 必须啊 认认真真的啊 在心缘隐微处 洗滴干净 把一切杂染都洗干净了 才叫敬意心 啊 我觉得 这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弘法 原来啊 还是先要成就自己 自己要真正做到 清净心现前了 你这个弘法 才不会堕落 下面第六条 无妄施心 念佛之人 求生净土 成佛种志 于一切时念念不舍 世明无妄施心 这是具体的讲啊 要念念求生西方净土 念念不舍佛号 这是不能忘实 我自己思维啊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天二十四小时 多少时间 心里有佛号 多少时间 有忘实掉的佛号 我们大家好好 回顾一下 就不用拿时间长的说 就是说今天 今天以来 大家心里多少佛号 哎呀 我这心里就觉得 忐忑不安了 确实 忘实的时间 比啊 读忘实的时间 要多啊 那师父讲 那你往生 怎么能有把握呢 那这灵命终身 你忘实了怎么办 即使说你一半一半的几率 你二十四小时 百分之五十 十二个小时 不忘 十二个小时忘了 那你往生是一半一半 按这个几率来讲 哎呦 这真是啊 不可以掉以轻心 尤其是啊 你看二零一二 马上就到了 哦 这时间 我们应该啊 真正修道人 不要定太长远了 纵然不能像 印光大师讲说 念念 把死字挂在额头上 你还没挂 你也不能够啊 想到说 我能够长命百岁啊 啊 师父讲说 可以把时间定在二零一二 十二月二十一号 这正好一年 这一年当中 我们必须要客气取重 啊 就别想着说 啊 我灾难 我应该是一个幸存者吧 我平常都修缮呢 我为人也不错呀 啊 帮了不少人 做了不少功德 应该不会死吧 可不能有这个念头 我就没这个念头 这话我敢拍着胸口说了 这个 师父讲啊 说灾难当中死的人 都是造业的人 啊 那些真正好人 真正修道人 他们能留下来 我这一想 我大概不算那个好人那类的 也不能算是个真正的修道人 那灾难当中应该是走的那类 啊 那我就干脆不要想留下来了 啊 你就一心一意的想走吧 啊 就把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号吧 啊 希望早点走 走不更好吗 这个世界多苦啊 你到极乐世界 那就是阿维悦智菩萨 圆正三不退 你愿意回来 就乘愿再来 干嘛要留恋娑婆呢 何况是我们造了这么多业 那将来会不会到三福啊 啊 那这都要警觉啊 啊 幸好我们修净土法门了 了生托死 靠这个法门 我们有把握啊 为什么呢 你看师父老人家 今天早上 就给我们讲了这个经 啊 黄连老的这个注节里面 有一句话 我一听了之后啊 无限欢喜 师父老人家 你看他讲这个 这个法门 是救谁的呀 就是救我们这些凡夫 无功得主 凡夫 我是凡夫 我没有功德 就没有界定会 但是呢 蒙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愿力 他接引我们往生 怎么才能往生呢 师父讲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真信切愿 你是不是真信 你是不是真愿意往生 我每次讲课讲到这个 我都会做一个调查 像我们今天可以调查一下 在座啊 你看差不多一千人的会场 你真信切愿能往生的 请你举手 真信切愿 真想往生 哎呀真好 阿弥陀佛 谢谢你们 这都是菩萨 这么多菩萨 师父老人家可惜没来看到 看到多欢喜 那这句话 问起来好像答的挺爽快 可是真的吗 你真有信愿吗 我把这个话调过来问一问 你是不是现在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请举手 少了一半都不止了 行谢谢你们 谢谢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两个问题啊 是同一个问题 你真信切愿求往生 你肯定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你要是身心世界没放下 对不起 你那个信不是真的 愿也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呢 要真正下功夫 还得再放下 这方面下功夫 常常思维 到底我对这个人世间 一些人 一些事 一些物 还有什么没放下 还有什么没方向 下面 第七条 五下列心 念佛之人 常行平等之心 欲助众生 尊重恭敬 不生轻慢 世民无下列心 这条我做得最不好 所以今天是趁这个机会多向大家忏悔夜上 我这个供高我慢就很严重 尽管师父啊 好多次 甚至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 人要谦虚啊 不能傲慢啊 他说你傲慢啊 你就会很多障碍啊 哎呀 我每次听到都觉得非常惭愧 让老人家这样叮咛 真是非常的啊 这个觉得自己啊 对不起老人家 所以这个平等心啊 就是谦卑的心 自己悲下 对别人要尊重 印光大师讲的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就是我一个人是凡夫 这真的呀 你看我过去 刚才提到的 对凡师 我都有点看得不顺眼 那时候 没想到人家是妙觉菩萨 哎呀 真是惭愧 所以啊 你看看 那实在讲呢 师父讲 对一切众生都要尊重啊 乃至对一个蚂蚁 一个小虫都得尊重 没有下裂心 不能侵犯它 我们学了佛了 不杀生了 这一点我基本上 做到了 蚂蚁 不会杀了 那有时候蚂蚁 不知不觉 它就上了我手臂来了 我会还给它 给归医 归医佛 归医法 归医生 我是以前是这样对待蚂蚁的 觉得还挺不错的 我请辞 我给它归医了 就这样送走了 一口气 把他吹到 不是多远了 没杀害他呀 但是你要没有伤了他呢 你自己试一试啊 如果是一个比你大十倍的人 一口气把你从五楼吹下去 你会不会摔伤 是吧 那你吹着蚂蚁 蚂蚁吹到地上 它会不会摔伤 我这个就没去想这个问题 这就是什么呢 对众生还是不平等 还有损害逼脑的心 后来听经教 听师父讲 说对众生都得恭敬 不声轻慢 那得调过来想 换位思维 假如我是那蚂蚁怎么办 我是不是很想别人一口气 把我吹到地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我就不能吹它呀 想明白了 想明白怎么办呢 这蚂蚁爬到手臂上 刚想吹的时候 不行 得拿个手臂放在地上 让它慢慢爬下去 你给人尊重吗 你干嘛要改变人家的 那个行走路线呢 是吧 让它慢慢地下去 所以这一点我也做得特别不好 现在就是改过 下面第八条 生决定心 念佛之人 不择事件言论 于无上菩提之道 身生正性 毕竟不惑 是名生决定性 这个知识分子 都有这个毛病 就是喜欢戏论 什么是戏论呢 世间言论都是戏论 乃至什么呢 真正对一个修道人来讲 这个传统文化 也属于戏论 不过这个戏论呢 对众生 对社会有帮助 我们就应该横顺众生 这个不能够 断了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佛法在世间呢 不坏世间法 但是我们自己修行呢 不能着世间西论 你讲你可以 你讲论语 行不行 可以 但是不能着 你执着了 你就是没有决定性 那我把工作辞掉了 世间 我原来大学教书 教什么呢 教金融 那就是戏论嘛 把那个放下了 现在出来 讲传统文化了 讲如实道 很多的这些课程 实在讲 我也拙了 我自己也列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课程 那个 那个 计划表 讲完一课再讲一课 讲完一课再讲一课 已经讲了二十多种了 后面还有二十多种 等着讲了 那师父也随胜我 好 你喜欢讲 就让你多讲 每天都给你录 这个 你看 二零零九年年初 我向师父老人家请示 师父 我已经讲完了 文昌帝君音质文 讲了一百个小时了 下面应该讲什么好 师父想 那就讲四书吧 四书 哎呀 那很长的工程啊 好吧 讲了 大学 讲了三十小时 论语 讲了二百八十二小时 好了 讲了讲去 讲了 最后发现 不行了 怎么师父老讲 要一门深入 诚实熏修 好像我走这个路 不太像 我就去请问师父 因为什么呢 原来我的计划书上 还有副讲华严经 这是更长了 华严经啊 他属于佛法 师父在五年前 我刚辞职以后 师父就鼓励我 将来你可以讲华严经 那时候他也在讲华严经 后来他说华严经不讲了 去年清明的时候停下来了 改讲无量寿经了 那师父讲无量寿经 我这华严经将来还讲还是不讲 我真的想啊 请问师父 师父说都可以 你自己看着外 你没有生决定心啊 你还疑惑惑 师父都不给你提醒 因为什么 师父告诉你的 不是你自己悟出来的 你不可能生决定心 所以五年下来 也算是修了很多 讲的很多 终于觉得不行了 自己啊 了生托死啊 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还讲什么 那不就是着世间言论了吗 与无上菩提 你有没有生生振兴啊 毕竟不惑 你有疑惑啊 为什么有疑惑 你不能一门深入 尝试熏修 你不肯生决定心 就是有疑惑 于是就痛下决心 把这些全放下 没讲完的 不讲 四叔讲了一半嘛 大学论语 后面忠庸孟子不讲 师父以前叫我讲这个 诸经佛说地狱极药 还叫我讲这个 这个老子说百病 从百药 反正好几个专题 因为师父看我爱讲 他就给我讲 现在发现不行了 于是我就跟师父讲 师父 弟子现在啊 什么都不讲 就讲无量寿经 好不好 华严经也不讲 师父说 好好好 所以出家以后 就专讲无量寿经了 那么到现在呢 已经圆满了两步 就是讲了两遍 每遍都是一百二十个小时 国语一次 广东话一次 我讲呢 也不是对这么大的场面 都是什么呢 对着摄影机 没有听众 这是练呢 这个明文立扬 你得放下 你在打听广众讲 你这么起劲 你在这个摄影机 一个人没有 你也讲得这么起劲 这才叫做不二 所以这是无量寿经 这个粤语嘛 因为还没有 所以师父让我 在这个直播 在网上 那么国语呢 是没有人知道 没人听 就是在摄影棚里自己录 自己录完之后 自己听 看怎么改进 那么我自己跟师父发愿了 我说从今以后 一直尽此一生 效法大势至菩萨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我们就专学一部无量寿经 专念一句弥陀圣号 我这一生 要实现这个榜样 好不好 师父说好 所以再也不敢有 好高悟远的念头了 这个再也不敢 有所谓的 这个出来 讲经说法 弘法立生的这些念头 这些往往啊 都是明文利亚的助缘 那个弘法 那都是随缘 自己真正成就了 佛菩萨 他自然就会帮助你 护持你 你不是 不用自己取心动念 我怎么去安排 我怎么去计划 根本不需要 所以啊 这个 今后啊 愿意耐得住寂寞 像彭济清大居士讲的 从今以后 再不敢做度人妄想了 不敢再度人了 好好先度自己 度 怎么度法呢 我们就是学讲经 讲经对我来讲 就是修行 是师父老人家一生 就是这样修成功的 我们就照着做就完了吗 都不用自己再发明创造了 数而不做 信而好古 什么念头都不用打 这样呢 我感觉到是最好 好 再看下面第九条 无杂免心 无杂免心 念佛之人 修行恭横 种株善根 心肠远离一切 杂免烦恼 是名无杂免心 这里啊 又提到 不能有杂免 前面呢 第五条 起敬意心 也提到 证明 念佛法门 不夹杂 是非常的重要 不仅不夹杂 世间法 连出世法 其他的法门 都不需要夹杂 大士智菩萨 就是这样修成功的 你看他跟五十二同轮 从初信位 一直到妙诀位 五十二个位次 通通都是修一个法门 就是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加上无量寿经 是因为无量寿经啊 帮助我们兼顾信愿 欧益大师讲嘛 往生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无 这信愿是根本 信愿就是菩提心 也就是我们这次题目讲的 沉静心 你这个没有真心 没有怯愿 你这沉静怎么能出得来呢 所以不能有任何的夹杂 那么自己要修习功恨 这个功恨 就是自己的清净心 念阿弥陀佛 这个种诸善根 往生净土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那善根福德因缘 通通都可以从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当中啊 修缘满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要把世间的杂染放下 世间的这些像电视啊 报纸啊 这些我已经不看很久了 确实很有帮助 毕竟我们是初学 如果接触这些 那肯定受污染 难免的 所以不接触为疑 可是呢 我想想啊 过去讲课 讲这个 如是道 传统文化 要查阅很多资料 要尝尝上网 这一上网嘛 难免有很多夹杂的信息来 甚至一些无聊的新闻 自己不经意的就随着他看下去了 那都是杂染 这网络啊 就是一个大的污染源 所以现在啊 把网络都得放下 不能再去杂染 那正好现在光讲无量受精 而且是副讲 也不用太多查资料 更不用上网查资料了 好啊 所以心就会越来越单纯 所以这个有好多位同修啊 这次来 很久没见面了吗 见到我 我出家的形象 剃了头 就说哎呀 你怎么越变越小呢 越变越年轻了 越小了 这看你真的像一个孩子是吧 都大概吧 是因为啊 现在心里啊 这杂染少了 单纯 说的好 难听点就幼稚了 幼稚点好 像刘思雨老师说 傻 傻最好 学愚最好 学幼稚 不要那么多的妄念 心里不装人 不装事 不装物 刘思雨老师讲呢 不装人 就少爱憎 不装事 少是非 不装物 少贪念 这些都是杂染 都可以把它放下 最后第十条 起随念心 念佛之人 虽观如来像好 而不生爱卓之心 欲无念中 常念彼佛 是名 起随念心 这个 就是要 常念佛 二十四小时 慢慢的去练 佛号不中断 这个念佛三昧 怎么能得到呢 必须啊 像无量寿经讲的 先修一项专念 你得念得专心 而且常常这么念 天天不间断 那么这个一项专念呢 这个胡晓琳老师 讲到这个实念法 是阴光大师传的 非常好 这十句里面 能做到不夹杂 慢慢这十句 不夹杂了 再来个十句 二十句不夹杂 一百句不夹杂 最后一个小时都不夹杂 就一小时成片了 再努力二十四小时 就这么慢慢就成片了 所以啊 这个随念心呢 就是无念中清静 你能够啊 常念比佛 这个就是随念心 心清静了 这成静心就现强 对一些人 你都真诚 对一些事 一些物 你都能恭敬 那么今天呢 因为啊 这个说隔壁一会儿呢 会响音乐 所以我们提早结束 这个 所以给大家呢 就简单的 汇报了 我学习这个师父老人家 讲净土大经科著啊 讲到这个弥勒实心啊 这个结合如何 来学习成静心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今天有讲的不妥当的地方啊 请悟道法师 悟权法师 悟为法师 诸位法师们 诸位大德同修们 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 大众向佛以问训 理谢法师以问训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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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